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每天的心情好不好 就看我儿子们的表现 他们表现不好我就心情不好 他们表现好了我心情就会好 有没有这样的老人 有啊 有啊 很多啊 他们觉得累积大 他们有权利享受 不只是儿女 媳妇啊 女婿啊 他们的尊重 他们的服务 他们的关爱 他们的接纳 好像我利手当男人 我可以永远 如果一个老人 他已经躺在床上了 连翻个身都没有力气 他要翻过来 他的儿子 帮助这个爸爸 把身体翻过来 结果这个儿子呢 就听到了一句 儿子 谢谢你 因为是我的身体 我自己翻过去 那我的儿子呢 用他的力气 帮我翻过来 所以 这个老爸爸 表示感谢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为生命负责任的人 我为我的生命负责任 别人 能不能够为我服务 我尊重他 他可以 我很高兴 他为我服务之后 我会表示感谢 而且我跟人家商量的时候 我不是命运 我不是要求 我是商量 我是请求 你时间方便吗 你这个时间有空吗 你可以吗 你愿意吗 那我是商量 所以对婚人 如果他有困难 他可以拒绝我 我被拒绝的时候 我不会傲怒 我不会生气 我会感觉很糟糕 因为 我要我的儿子 为我服务 我的儿子跟我讲 他不方便 我觉得 我真的很磨难 我这个爸爸 做得很糟糕 我是一个 很 很不被尊重的爸爸 我不会这样感觉 我觉得 他说不方便 我相信他是不方便 而不是 他讨厌服务我 那这个 这个关系叫什么 这个关系到这个老人 他怎么看自己啊 对 所以呢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这个其实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 生活的态度 如果我反过来 我认为 我的生命 能不能活下来 能不能活得好 活得快乐 是我儿女的责任 是你们的责任 你们负责 我就会活得久一点 我就会活得好一点 那 你们尽心尽力的在照顾 在你的办法 你们 只是在尽责任 所以呢 我 一句感谢的话都不用说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尽心尽力的 服务于我 是 敌受当然 是你们该做的事情 如果 你们在服务于我的时候 口气不好 表情不好 面肉难胜 啊 好像有点为难的样子 我就会生气 我有权力 纠正你 指责你 批评你 你做什么样的儿女 今天你跟爸爸讲话 用这种口气 你刚刚出门 你那个转头的时候 你那个眼神 很有杀气 怎么样 你为我服务 你很生气是不是 所以有些时候 你又觉得 这个 我要尽心的照顾 我所有的委屈药 都不能表现在我的脸上 而且有很多父母 他不是指责你而已 他还会 号召 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 一起来指责你 所以你对爸爸一句话没有讲好 你一回家 你大姐的电话就到 你大姐搞不好人还在几千公里一万 但是呢 他很快的电话就打到你家 然后就说 你今天早上 你照顾爸爸的时候 你为什么讲出哪一句话不能 你知道 爸爸有多难过吗 有多伤心吗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刺激 你看 大姐的电话才放下 大哥的电话也来了 等一下呢 你叔叔 你姑姑 你姨妈 所有人的电话都来了 哇 你说 你可以怎么办 所以呢 这个 怎么样 可以 为自己的生命固责 那 很重要是 那我们呢 我们照顾别人的人 如果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他不是这样的观念的人 那我做他的儿女 我要怎么照顾我的父母 使我不会有委屈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就是很重要 我常跟我的学生说 我们 为生命服务 为生命工作 为生命工作 首先 要有一种能力 不被生命把你击落 很多年老的父母 他们都非常的知道 怎么样去激怒他的儿女 而且呢 百事不爽 抢一百字 一百字你都跳起来 对 那 反过来呢 很多儿女 也非常的知道 怎么样去激怒他的父母 对 那 很多时候 忍不住 都要去 戳他一下 刺他一下 然后让你 你父亲 你母亲 非常的生气 那 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小孩 你的爸爸妈妈 讲话 批评 指责 常常让你很难过 让你很伤心 但是呢 经过四十年 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走二三十岁 现在已经变成七八十岁了 但是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观念 他们的讲话 都还是一样 都还是一样 看不见你 没办法认定你 常常 总觉得你做得不好 不够 不够多 他们讲话总是这样 但是关键是 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 你还那么在意 你 你还是在 奢求渴望 你的父母 让你 感觉到 被尊重 被接纳 被管爱 也就是说 经过这么多年 你都已经 年纪这么大了 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你也是五十岁了 那 为什么你还这么强烈的渴望 你父母的尊重 你父母的尊重 你父母的关爱 你父母的接纳 不能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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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关爱 你 有问题 还是 你到了这样的年纪 你自己 你还这么强烈的渴求 是你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 是 你父母 要伤害你 还是 你 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在让父母伤害你 所以 你的表达是怎么表达 你会跟别人表达说 我今年都五十岁了 我爸爸 都还不知道要尊重 我爸爸都不尊重 我都今年五十岁 我爸爸还不尊重 你这样讲话 好像 责任 问题 都在你爸爸身上 但是 如果你 换另外一种讲话 我今年都五十岁了 我今年都五十岁了 我还是这么样的 想念的渴望 得到爸爸的尊重 我今年都五十岁了 我还这么渴望 爸爸给我尊重 但是 爸爸没有问题 是我有问题 因为 我还 这么强烈的渴望 所以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出了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 怎么照顾我自己 所以 如果我很尊重我自己 我很尊重我自己 那 我从二三十岁 我就开始练习 我要尊重我自己 我要重视我自己 如果活在这世界上 我不尊重我自己 那我到哪里去 我到哪里去 要求别人来尊重 那 我尊重我自己的 一个很重要的做法 就是 我要有勇气 我要有胆量 而且 我要有语言的能力 把我真实的感觉 把我真实的需求 也认为 你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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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认为